春天是賞花的季節 春天是戀愛的季節 春天是玩樂的季節 而我的母親卻說 春天是認真過足的季節 農曆年一過 我的母親就開始整地了 通常在整地之前 他會先將田裡已經開始抽成的芥菜芽 栽採下來用開水汆燙 裝入網口瓶中密封起來 幾天後打開瓶蓋 就有一股獨特的芥末香從瓶口飄散出來 直接食用或炒肉絲都非常的可口 尤其那股鮮香中融合著嗆辣的滋味 在齒夾間匯集 再由鼻腔竄出 哇!真是過癮 小時候我最喜歡玩炒酸菜的遊戲 下了一兩天的酸菜 軟趴趴地收容成一堆堆 小孩子們迫不及待地 顧不得腳沒有洗 就爬進了比他們還要大的木桶裡 站在桶外的大人 就把芥菜一顆顆地往內丟 一層芥菜 一層粗顏 孩子們雙腳不停地踩踏 踩完一層 再踩一、再丟一層 在那荒著腳鴨子上學的年代裡 很少有不受傷的腳 踩在除鹽上 那鹽分就順著傷口往裡鑽 哇!真是痛快啊! 酸菜如果賣不出去 就要吃上一整年 過年的時候有鴨肉搭配 拜拜的時候可以餐點肉 可是大部分的時間 就只能吃酸菜炒辣椒了 小孩子嘴殘的時候 只見人手一顆 咬的眼歪嘴斜的 卻樂在其中 過年了 長年菜是餐桌上必備的年菜 母親要我們把整片葉子吃下去 代表可以長命百歲 如果再吃韭菜 那麼就可以長長久久了 可是我們都不愛吃 母親說 現在的孩子生活是甜的 他們嘗不出苦後回甘的滋味 直到我當了母親以後 我才禮物到 甘是要用愛 要用心血去浸泡 用青春用生命去熬戀等 台灣的男人很少要在岳父家過年 可是絕大多數的女性 卻必須在婆家過年 記得第一次在婆家過年的時候 我有一種邊緣人的感覺 一邊已經退出 一邊又尚未融入 嫁出去的女兒 就好像剪斷的期待一樣 和娘家雖然是血脈相連 但是卻又是另外一個家的成員 甚至於漸行漸遠 我突然非常想念母親的長年才 在那實不知味的年夜飯裡 我彷彿交出了母親那一輩女人的心情 不管名門淑女或伴夫走主 一旦結婚當了母親以後 就必須跟著家庭生活的週期 一步一腳印地走過來 所以由字面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女人一生的端倪 結婚前我們稱作小姐 左邊是個且字 表示在這個時期 你可以姑且為姿 或者苟且了事地任性而為 結婚以後 旁邊多了支少走 那表示女性在這個時候 有繁忙的家務事會壓得你喘不過氣 那生了孩子 生格當媽了 旁邊是個馬字 那就是意味著你要為孩子為家 如何的做牛做馬 而且是做的人養馬斑 好不容易看到孩子成家立業 而且也有了孫子了 只鬧得三滴眼淚和一張老皮 可是就是說意味著 在這個時候即使是頂著一張老皮 你還是要為丈夫為孩子為孫子繼續地煩憂解老 台灣的女人上芥菜 不管清炒煮湯或醃製 有苦澀、甩酸、練鹹、再成功德 不論什麼樣的環境 都能夠發揮女性的本能 活出自己的風格 台灣從貧窮到富裕 他們雖然不是光環的所在 但是他們絕對是光環背後的光源 春天是賞花的季節 春天是認真播種的季節 春天更是為偉大的母親喝彩的季節 主持人